念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的心态 工作出世待人节物 必须要遵守的无觉实现 叫根本节 敬宗非常重视 这个东西做不好 对往生会产生障碍 最怕的就是贪嗔痴 无觉实现帮助我们放下贪嗔痴 平常要放下 不要到临终的时候 还起信心 贪是什么呢 舍不得 儿女舍不得 财产舍不得 还有些心爱的东西 只有一样舍不得 就做不了 这贪 成会发脾气 不高兴 心里不高兴 极乐世界去不了 愚痴是什么 糊涂 像一般讲老人痴呆症 这个很麻烦 他临情的临终说 神智不清楚 往往跟他念佛都没有 这很可怕 所以念佛的人不能不修佛 修佛就没有这些障碍 一定要需要把一切贪心 对于七情无欲 这种贪念 放下 供告我慢 放下 待人要诚恳 要谦虚 帮助别人 是修复 是好死 别人有困难 帮助他 外财 是以财务帮助别人 内财 是用我们的身心 为别人服务 那个功德更大 这都叫财势 财务势 有内财务势 外财务势 再一个道场 我们发行做义工 内财务势 内财务势 功德很大 为什么 没看出来 如果他在 内财服务的时候 做义工服务的时候 他做的不如法 那这个功德就打这扣了 就不圆满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 都是凡夫 凡夫都有烦恼 别人惹我生烦恼 我也要别人生烦恼 这个都是把功德破坏了 都打掉口了 所以要学 学忍辱 学禅定 不起财心 不起称慧 不起愚痴 这个样子 做义工 这个内财部是圆满功德 这个内财部是圆满功德 比外财要高出很多美业 这种内财部是圆满功德